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个水就是从水源头去取水的时候 到我真的消费者来使用的时候 这个过程中间 有没有可能比方说发生又是二次包装 或者在运输的过程中间 可能会面临一个污染呢 另外你这个质量的检测要怎么把关呢 给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 是 我们工厂呢 就是它呢是直接建立在这个水源地当中 因为我们就是为了避免这个二次污染 所以呢 不像其他工厂 它有的时候是直接从水源地 然后去拉这个水 到达这个他们的工厂再进行生产 那就是我们这个工厂在生产的过程中 把这个水直接灌装 通过我们质检部门 然后每一次呢 它会就是在这个日期当中去 就每一个生产日期会 有一个标识这样子 对 会有一个标识 然后呢找第三方的这个公司 给我们做一个化验的这个报告 这样就保证每一批产品出去之后呢 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那再就是呢 我们工厂也是得到这个全球的这个ISOT的认证 那同样呢就是我们也是得到 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卫生管理局 包括就是也就CFIA或者是FDA 就是美国的这个管理局都有认证 视频检测局的这个 对 它们每一次呢 就是会不定时的进行这个抽检 就是我们很荣幸呢 也把这个就是加拿大 目前为止最好的水源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Chilewaga这个水呢 是一直是在过去几年里 得到这个加拿大最佳水源这个奖 包括呢是得到BC省最佳饮用水的这个奖 这样呢我们通过高质量的这个监控 然后把这个水能分销到 中国的这个千丫万户当中 这是我们一直致力于 去去做的这个事情 好 你刚才提到说 其实这个水的检测 不单你自己公司 自己工厂要检测 第三方也有啊 这个方面可不可以给我们 再详细地说一下 可能观众朋友对这个 也不是特别地了解 对 像第三方的这个检测呢 有的时候呢 它就会通过把这个水呢 进行一个抽检 然后呢放到这个培养明里面 然后呢就是一般是放六天时间 看里面是否有这个大肠杆菌啊 或者是这个PH是否稳定啊 然后来给我们就是来进行检测 那一般就是在就是生产之后的 七天之后呢 我们会得到这个第三方的 一个一个还原报告 那在上半场的时候 你有说到说 其实现在加拿大有很多水 出口到中国去 你们销售的水是占了 3%的这个比例是吧 挺高的一个挺高的一个比例 可不可以给我们观众朋友说一下 为什么就是这个水到了中国去 对中国的消费者来讲 它有自己本土生产的品牌 它为什么要加拿大的品牌 它的竞争优势是在哪里 这第一个竞争优势 就是大家就知道 就是加拿大这个好山好水嘛 这个水呢就是一直是 全球的质量排名 是一直是名列前茅的 那我们的就是质检部门 包括一些其他这个客户 在沟通的时候 都觉得是比这些 一些其他的这个 世界知名的品牌的 这个口感要好一些 那另外呢就是 我们在通过其他的这个 销售的这个模式 然后呢我们是首创这个 会员的一个这个模式 那这样就是我们的会员呢 可以定时定量 然后得到我们物流系统 这个配送 那他就可以用这个 就购买国产水的这个价格 来享受咱们加拿大最佳 最健康的这个水 对 那平时通常来讲 按照目前就是这个 这个会员制的一个发展 就是大概可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怎么样一个模式吧 比方说他在国内的 他希望可以买到这样子的水 对一般他们就是直接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微信平台 然后呢就是进行这个 先这个预付款 然后呢通过他就自己下订单 这样呢就是预付款 就直接往下扣 直到那个咱们这个预付款结束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这个北上广深 这种一线城市 还有一些大型的 这个二线城市呢 都会是比如说每一周啊 配送离次 每两周配送一次的 这个情况来进行配送 但有的客户呢 他可能一开始呢 不愿意去入会 那么我们呢 也就是有这个网上的这个天猫 包括这个京东的这个旗舰店 您也可以直接在网上这样购买 所以说这个礼拜 这两天正好 马云也到我们加拿大 多云多来 也是有在推这个 这个电商的一个平台 你怎么看这个 通过这个电商平台 发展的一个趋势 对现在电商平台 确实发展也是特别的这个迅猛 那基本上我们以前看这个数据呢 是中国5%之1的家庭 都已经开始用电商平台 来购买平常的这个日用品 所以水是其中一个 很大的一个环节是吗 是 那么在选择方面的话 可能再给我们观众朋友提一些 就是误区 比方说有没有可能 中间会发生一些什么问题 或者说有些东西 他必须要留意的 就是尽量就是在大家 就是买水的时候呢 不要放 就是我看到一些 就我们的客户吧 愿意把水就放到车里 那么夏天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这个瓶装水吧 它毕竟是 不易受到这个阳光的这种制射 这样呢会造成里面 产生一些其他的这个 就物质 对 那最后可能20秒的时间 给我们观众朋友提个醒 如果选择水的话 有哪些最好的建议 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就是 如果要是喜欢冰川水 口感的客户呢 还尽量选择就是我们 总库提升解数比较低的这个水 毕竟它这个矿物质这个含量 已经足够咱们人体所需 不像矿泉水这样 比较容易让人体超负荷 所以说还是 看来喝水的学问还是挺大的 今天非常感谢一同上我们的节目 给我们观众朋友分享 那么也请您呢 继续关注我们的风华资讯 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我是吴景 我们下周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袁波 在上次节目播出以后呢 我们的新高老师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 我们今天呢再次为您请到了新高老师 跟我们继续分享有关于风水方面的信息 而这一期呢 我们将谈论的是公寓以及写字楼 风水需要注意的问题 您好 新高老师 你好 主持人 公寓要注意三点 一 外部的选择的格局 包括道路 第二 内部的房屋的形质 也就是形状 第三 就是楼层 首先讲外部的格局 风水讲叫山管 人丁水管柴 如果你站在你的公寓楼的阳台上 对面的望出去的 可以说是小溪或者是山丘 尤其是平的山 我们叫一字暗山 像老天爷给你放好一个树案一样 对你家里的文昌的兴旺 学业都是有好处的 还有道路的水 外围环境是水 城市里的道路就是蓄水 看道路是怎么来的 有些人要么找着断头路 要么就是只是单向的 单向行驶的路 这个对自己财运都有影响 这是外部格局 内部格局就是形状 是长方形的还是正方形的 还是缺角的还是靠边的 这样对应每个风水命理来讲 都是有详细的讲究 下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其次就是楼层 对我觉得这楼层 应该大家都特别的关注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高的还是低的 您可不可以也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楼层high-rise必须要五层以上 而且对个人来讲 究竟选择哪一座楼层 跟个人有关 比如说一个七八年出生的男孩 他是火命 天上火命 那什么数字是火呢 大家记住 尾数是三 四的是火 也就是十三层 十四层 二三层 二四层 这样楼层都是火 那他火命的人住在五星属火的楼层 比较忘他 其次也可以火命的人 可以选木 属于五星属木的楼层 比如说尾数是一和二的楼层 就是五星属木 十一层 十二层 二十一层 二十二层 都忘他 其他的属火的人最怕是什么呢 水 五星属水的楼层 五星属水的楼层指的是尾数是九和零的 比如十楼 九楼 十九楼 二十楼 就不合适 那我们在上一期谈论了这个独立屋大门朝向的这个影响 那在公寓里也会不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呢 好问题 公寓有两个门 首先是整个建筑的大门 这是个主门 事实上跟个人息息相关呢 是你选union的门 而且这个坐向朝向怎么判定呢 很多人阳台以为那是朝向 不是 公寓的union的单位的坐向朝向判定 是以你union的大门 你本身买的apartment里边比如说十九层 二零零九这个房间的大门朝向为你这个房间的朝向 坐向即使后面是阳台的话 房屋墙体那也是坐向 坐向朝向最好跟你个人的五行所搭配 比如说你是东市民的人 那当然要买个东市型的公寓住宅 对你事业情感都有帮助 那还有哪方面的因素我们需要考虑呢 还有房间里边的公寓里边的布局 比如说你年轻女孩子 你要找出你的桃花位 比如说你 我也知道你的出生年纪 你的对应就是正西方 那如果想增望桃花运 正桃花运怎么办呢 就要在那个方位 要用楼盘测定属于你个人的位置 放一个空花瓶 里边要放七颗十指 对于你来讲要用纯白色的 因为你是个完美主义者 美美主义者 好的 感谢星浩老师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袁波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